好,知道了什麼叫向斜,什麼叫背斜,請各位注意 折皺是岩層的彎曲,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是侵蝕的結果 這張圖上面,綠色的叫做表面的起伏 底下彩色才叫做岩層的彎曲 不要我問你說,老師,這上面有幾個向斜啊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六個,六個向斜 錯,這個叫做表面的起伏,這個叫做侵蝕的結果 這邊有一個背斜,這裡有一個向斜,這裡還有一個背斜 所以圖上是兩個背斜,一個向斜 這就是重點,我們的向斜跟背斜是岩層的彎曲 不是表面的起伏,表面的起伏是侵蝕的結果 好,所以要根據他實際的彎曲的狀況來判斷我們向斜跟背斜 不是看到表面,你不要跟我指的陽明山 凸凸的那個叫做背斜 不是,不是這樣,不是這樣子,OK 好,不是這樣子 那問題是,如果像原來那個圖,原來拍的照片 露給你看,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像這個,這個折到底下啊 我在上面走啊,我打江南走過,我怎麼知道底下有折皺啊 我只看到表面的起伏啊,我怎麼知道底下有折皺 答案叫做挖,挖,去挖 挖出來,如果他有對稱性的分布,他就是表示有折皺 我這題學者跑過一個題,那題有個有程度的解法跟一個沒程度的解法 有程度的解法就是,因為有對稱性分布,所以就會知道有折皺 然後呢,中間叫軸部,旁邊叫翼部 你看這邊,這邊有一個五四三四五對稱性分布 三叫做軸部,四五叫做翼部 或者你看到這裡有一個三四五六五四三 六叫做軸部,五四三叫做翼部 所以,我是去挖 如果有對稱性的分布,就表示有折皺 OK?孟老師,那他是像起來的背寫 看挖的結果,看挖在結果 如果是老沿沉在中間,如果是老沿沉在中間的 那個就叫做所謂的背寫 比如說,這張圖裡面,這張圖裡面數字越小越老 數字越大越年輕,這邊你看 五四三四五,三在中間 老沿在中間,所以是個什麼鞋? 背鞋 或者是我這裡看到的圖 看我這個圖 一二三,一最老,三最年輕 我故意把它輕時的凹凹凸凸的 這個凹下去的是象斜嗎? 不是,這個凸起來是背鞋嗎? 不是,是我看到一二三二一二三 我知道底下有折皺 同時一最老,然後在中間要什麼鞋? 背鞋 背鞋,所以我到這邊背鞋 反之如果年輕在中間呢 就是一個象斜 年輕在中間就是一個象斜 比如說,剛才的圖 比如說剛才的圖 剛才的圖裡面你看到 六是最年輕的 六最年輕,六在中間 然後五四三,五四三,你看這邊是個象斜 這裡是個象斜 所以年輕在中間呢 就是一個象斜 或者看這個圖 我這裡,這張圖 就是一個象斜 三對年輕 我故意輕成一個凸凸的樣子 是不是那凸 它就變成所謂的背鞋 不是,它還有什麼鞋? 象斜 它是象斜,OK? 它還有所謂的象斜 OK嗎? 所以呢,老的在中間的是背鞋 年輕在中間的是象斜 同學,考試忘記了 很簡單 把題粉拿起來 下面是老,上面是年輕 好了,在中間,背鞋 年輕在中間,象斜 折一折就知道 好了,在中間,背鞋 你們在中間,象斜 底下老,上面年輕 折一折你就會 很好背,對不對? 很好背 所以,請注意 請注意 折皺是岩層的彎曲,不是表面的起伏 表面的起伏是輕實的結果 那我打江南走過 那我打江南走過 我怎麼知道底下有折皺 挖 挖出有對稱性分布 就表示有折皺 那怎樣是象斜 怎麼樣是背鞋 老岩層在中間是背鞋 裡面在中間是象斜 就是你要判斜的方法 OK嗎? OK 很好